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明明 现在在老家 当然这个灭火器也跟着我回来了 本来是说在县城里面拍 但是感觉不太方便 有这个二氧化碳灭火器 还有这个干粉灭火器 还有一个水机灭火器 水机灭火器说实话也是 我这两年才知道的 哇 这个也很大 一共这三种 这个是绿色的是水机灭火器 然后这瓶是干粉灭火器 然后这一瓶 诶 怎么也是干粉灭火器 它发错了吗 我确定是发错了 我车里好像一瓶 但是好像是水机的 我就拿过来看一下 车载的是水机的 但是简易型的特别小 说完这次我第一次用这个灭火器 当然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灭火类型 我买的这个是普通的水机灭火器 所以这个的话只能灭A类和B类火 像C类火还有E类火是不能灭的 A类火是普通的固体材料火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就平常这个纸箱 还有一些木头啥的是吧 然后B类火就是可燃液体火 这个就是什么汽油 没有啥的是吧 然后C类火的话是气体和蒸汽火 这个就是什么天然气煤气啥的 E类火就是弹电物质火 当然我看了一下 还有一种是弹灭电型的水机灭火器 我买的是普通型的 所以不能灭电火 或者这个车子的我看一下 你看同样的水机灭火器 但这个车载的你看 A B E F 都可以用弹电物质 F就是出房油质 然后这个普通型的就不能用 你看这里一个叉叉 这个叉叉 然后这个干粉灭火器的话 它只能用A B C内火 这个气体和蒸汽火可以用 就煤气啥火它也可以用 读一下灭火器 灭火器 当然这些灭火器都是适用于初期的火情 我看了一下这个使用温度 还有区别 像这个干粉灭火器 它使用温度零下20摄氏度到55摄氏度 然后这个水机灭火器 你看看5至55摄氏度 然后这水机灭火器 可能有些不能灭电火 帮我问了卖家 他说这个可以灭电火 所以我有点懵逼 使用宋明这里又写的不能灭电火 你说新卖家还是新他的 好了我看见这个使用方法 拔出这个保险 然后对准这个火焰根部喷射 然后这个要站立在上风处 然后也是对准这个火焰根部喷射 左右摆动灭火 你会用吗 我没用过 你用过的 嗯 这就一绑了 干嘛就得休息了 你看看就干了 在这里拿就行了 要不要试一下 来 没关系 拿着这个 哎呦 这个哈根 这样 这样啊 这个 这个 这就没关系 没关系 感觉不太适合这个火一样 好刚刚我姐我爸试了一下 竟然没把这个火给灭了 好了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水机灭火器 你灭过的粉吗 你是以前 他总灭过的 这应该干粉还是凹阳花碳 不然 为什么我们的工厂能成功呢 这不是不行 可是我没关系 哦有有 怎么好就晓得吧 要不要封一下 封太好了不是 嗯 要封太好了对呗 好了现在水 哦 我上车有点忘了 嗯 没关系 嗯 没关系 嗯 没关系 嗯 嗯 咋子 咋子 怎么切啊 怎么切啊 怎么会没用啊 看我的智风哥那些 就会把 还问一下卖家 看平下高举吧 嗯 这就奇怪了 还拔这个保险啊 然后你看 你看这显示还有啊 好 现在已经确定这个灭火器是坏的 说到我也不知道 咋说啊 我是这样想啊 还有我是做这个实验 买到一个坏的 万一别人买来是家用的呢 万一别人真的是发生了火灾呢 是吧 然后卖家给我回复 就是这个压力表坏了 这个怎么能出臭呢 我是搞不懂啊 腰里面都有这个液体 然后他问我是补发一个给我 还是给我退款 说送我一个我也不敢用啊 而且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一次性的 是吧 你说实话 也就我心里无聊 试一下也没有 谁买过来是会这样拿过来 这样试一下 试一下就没了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是 没法验证它好还是坏 是吧 大家还是尽量去私底店买吧 好了 今天这个灭火器就开箱到这里 哎 感觉挺失望的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 记得在下期视频点赞 好了 拜拜 不要点赞 说错了